这是我现在织的毛衣 我是织的是插尖 想织长一点 这个插尖这个领子的起头 还有这个花 这个泡泡花 还有这个铜钱花 我过去都前面的视频都在 给大家分享过 这个袖子 我这插尖的袖子另分出来了 现在我织的是 这个 这是织 这织我还想往下织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 我这个树的 树的这个道 十针 我织那个平针是十针 另外这个里边有两针的呢 花样的 现在我就开始跟大家分享 我是怎么织的啊 我在织这个花的之前呢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个是在大创 这织毛衣这个挺好的 它那个线不会到处咕噜 我把线呢放在这里边了 我现在这线都快织完了 一团哈 哎这个挺好 然后呢 从这抽出来用线哈 它不会到处咕噜 挺好的 真心推荐这个 两百块 虽然是百元垫 但是这个是两百块 现在我跟大家分享哈 我这个呢 是十针平针哈 这两针呢 一行织上针 两针上针 下来 线绕下去 再织十针平针啊 再织十针平针 然后这个呢哈 织上针 两针上针 我是这样子 是十针平针 因为我这个毛衣比较大 如果您要是织小点的毛衣呢 我这个相当于LL size 如果再小一点的呢 你可以 也可以这个 这个树道呢 短那个窄一点也可以哈 又到这个地方哈 两针哈 是织上针 一会儿我知道哈 下一行我再和大家分享啊 我在这个地方呢 做了一个记号 这个地方做了一个记号 十针平针 一看到这个要注意了哈 这是最后一个 这个地方哈 只上针 下来再只十针的平针 然后到这个地方了哈 然后到这个地方了哈 这两针呢 上一行指的是上针 这一行呢 这个地方全都指下针 等于呢 这个花呢 所谓的花嘛哈 就是一行上一行下 然后出来之后呢 就是 挺明显的一个哈 就挺明显的一个 这种花样 这种花样哈 你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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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这个地方 你看到是上针 这是上针 那你就指下针 看到是下针的时候 你就指上针 就这么两针啊 其他的呢 全都是下针 这个还是比较好指的 好了 我这个毛衣的 就是这个花样呢 我是就是这种花样 树道的 我分了两种颜色 好的 谢谢大家观看 下期再见